主动词第一项要帮同学介绍的是MUST 这个MUST是表示必须 它可以改用成 HAVE TO 用在第三人称 或者是 HAVE TO 用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 但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MUST 含义跟 HAVE TO 相同 所以你不能用 MUST HAVE TO 这个是错误的一定要避免 第二个 因为 MUST 它没有过去式 所以我们要用过去式 讲过去必须要怎样的时候 一定要改成 HAVE TO 这个 HAVE TO 就不分人称了 一二三人称都可以 第三个 这个 MUST 在写作上 有一个很好的句型运用 这个意思就是说 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或者是 人只要做什么事情就可以了 这个句型就是 O 人 MUST DO 一字 这个 TO 可以省略 后面加圆形动词 这个句型很好用 我们现在看例子 第一题 IN THE PAST 好 在以前 因为是过去了 所以一定要用 HAVE TO 了 不能再用 MUST 因为 MUST 没有过去式 Messages had to be delivered by Messenger Message 是讯息 必须要被deliver deliver 是被传达 被传送 被谁 by Messenger Messenger 就是送信的人 这个信差 第二题 Don't be so impolite 不要那么的无理 implite 是无理 没有礼貌 You have to respect others 你必须要尊重别人 这个 HAVE TO 一定可以改用什么 MUST 这是相通的 现在看练习 第一题 AS SHE SUPPORT A BIG FAMILY SHE WORKS VERY HARD SUPPORT 是支持 她必须要养 支持一个大家庭 其实就是抚养一个大家庭 这个同学可以背起来 她必须要抚养一个大家庭 所以呢 SHE WORK VERY HARD 很努力工作 这一个句子 动词是过去式 所以这边一定也是要用过去式 既然是过去式 那个助动词就要用HED的TO 所以呢 老师有讲过 两个句子的时候 动词时态一定要配合 这样子就会找出正确的答案出来 第二题 You tell the truth 你要说实话 后面就添加一个 WHEN 什么时候要说实话 这是添加进去的 副词词句 WHEN SPEAKING WITH TEACHER 这里又省略掉了 WHEN YOU ARE 省略掉了 所以就变成WHEN SPEAKING 很棒的一个分词结构 那前面就是讲 必须要说实话 你必须 所以呢 正确答案是 HAVE TO YOU HAVE TO 再来其他都不对 CANNOT HAVE 是不得已 PREFER TO 是比较喜欢 Can HAVE TO MUST HAVE TO 是一定错的 不能同时共用 再看第三题 我们在违级时 必须保持冷静 句子主持在我们 动词在这边 必须保持 助动词加圆形动词 保持冷静 好 在违级时 是插入在句子中间的一个片语 我们翻译的时候 要移到后面去 要先写主 这个主要的句子 答案是这样子 WE MUST 必须要保持 用KEEP 冷静 是CALM 好 再来看后面 什么时候 在违级的时候 IN EMERGENCY 当然我们也可以写 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就可以写 IN A DANGEROUS SITUATION 这个也可以 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 情势下 我们要保持冷静 我们用MUST KEEP CALM 第四题 要就是表示目的了 这个用IN ORDER TO 要有好时机 这个成绩要好 学生必须要专心课业 好 这是我们的主要句子 前面是表示片语 表目的的 答案就是用这样子写 TO have good grade 后半段就是句子了 to have 也可以改用什么 to get 要得到好的成绩 这个都是OK的 学生 students 必须用MUST 当然可以用have to 后面加原型动词 专心课业 我们可以用concentrate on their studies 第五题 这是泡面 你只要冲热水就行了 好 很快就可以把答案写完了 this is instant noodle 后半段就是利用这个句型 你只要怎样就行了 all you have to do is 加原型动词 pour down 或者是pour hot water in it 用这个 或者是into into因为你是动作 所以用into pour hot water into it 倒入热水 倒到里面去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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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